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在没有看电影之前,不少人都以为王一博作为流量演员出现,会是影片的一触败笔。 今年春节当的电影可谓是毫不热闹,最让人感到惊喜的还的是电影无名。 作为一部谍战片,能拿出这样的水准已经实属不易了,堪称2023年谍战片之光。 万万没想到,在整部影片看完以后,大多数观众对王一博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, 从台词到演技,可以说是质的提升。 但更多的,还是被他对角色的演艺所打动了。 毕竟他并非专业的科班演员出身,可在演戏上竟然能做到比一些科班出身的年轻演员还要更好。 包括在和梁朝伟、周迅、黄磊这样演艺圈的大老门对戏的时候,他也能接住戏,果然是后生可畏。 但毕竟他所面对的是这些戏古籍的演员,与他们的演技还是会隔着一道鸿沟的,难免会有一些朋友质疑王一博的演技不够专业。 直到看见他饰演的角色叶密,在得知自己的未婚妻被羞辱后杀害,那种痛苦到颤抖,痛苦到无法呼吸的情绪的流露,的确有震惊到观众。 仿佛让大家跟着他一起陷入沉痛的难过之中,有撕心裂肺的无力感。 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,大家对王一博的印象又有所改观吧。 以前只觉得他是走流量爱豆路线的艺人,后来看到了他在跳舞方面的专业能力。 如今他在演戏上又有了新的诠释,凭这次电影中的表现,就足以超越不少年轻艺人了,值得那些演技不好还跑去演戏的年轻爱豆们好好学习。 毕竟大家并不是反对流量艺人演戏,只是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拿出百分百的努力,既然想要演戏,就该拿出演员的态度来对待。 虚心努力,凭作品和实力说话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